金城镇小西门一处栽种山药的农田 发现掩埋大量军用废弃电池 怀疑是早期军方埋在土中的 随便一挖就挖到三大带一式电池类的料件 地主也担心带来重金属的土质污染 不敢再失重 里长戴德强也通报县政府 还有金房部数次之后 仍然没有看到他们及时来处理 8号由金城镇证明代表 陈芷云出面请求相关的单位 要早一点解决 不要让民众恐慌过日子才好 以为我了解是差不多47年 47年是炮箭嘛 那差不多五十年左右吼,軍長的時候要求說,不能騎八十竹 所以,又來外面歐隊洞,來騎 五十年左右,我這份就一部分剩他們軍長的營館 那給他們使用料的時候,一些電梯的時候,就跟他們擺開 所以我沒有了解,因為那天,我是在種一碗山料 在大街的時候,來到這個骨頭 骨頭的時候,我二十五號,我就叫李長,給他們通報給管政府 管政府,他通報金黃寶,金黃寶差不多二六號下來 管補的,他要來兩次,金黃寶差不多來三次 到現在已經差不多半個了,都沒辦法處理 希望,我叫代表人來要求他們幫忙處理 因為這有中心署,對我們做事的時候有影響 希望,這代表,我們盡量幫忙,要求他們來處理這事 金城鎮小西門里長也表示 他最近是要在這一塊一千五百平方公尺的農地上種山藥 在整地離田不到一公尺深的土壤中 發現三大類型相同的金屬料件 擔心農地會遭到重金屬污染 上個月25號是透過里長向縣政府反映 環保局來看過兩次 以怕有重金屬污染為由 要求不可以繼續再種植物 金黃寶也派員來過三次 但是一直沒有實際行動 所以希望有關單位儘快協調處理 那因為這個農地現在可能疑似被軍方以前有一些廢氣的沒有使用過的廢電池 應該有很多農戶都有這個現象 那因為這次我在代表會也提出了 但是軍方一直到目前都沒有任何的回應 那因為這個廢氣的廢電池如果是在我們以前的這個農戶的土地裡面 它如果造成我們再種這些農作物的話 有可能會產生非常嚴重的鞏污染跟牽污染 那希望軍方多多幫我們的農民 多多幫我們的農民處理這個事情 而這一批軍用乾電池材料體積比磚塊還大 也有類似千環但都是已經腐朽非常的嚴重 由於廢電池埋在土裡有污染環境之餘 環保局也表示縣政府1999已經通報這件事情 環保局也派員現場了解 所以繼續會和軍方協調 希望可以早一點解決